我们在东兴订了一家 这次应该要叫酒店了 虽然它很便宜 只要50物件 只要53 而且我们还把锅带到进来 这里还有电梯的 它不是普通的酒店 不是普通的宾馆 我们这次应该叫它酒店 虽然只有50多块钱 我都不管现 我觉得它价格值200块钱吧 我们把锅拿着做饭 那块还有阳台 我们刚给老板说过 老板说可以在阳台上 它那块有个专门的隔间可以做饭 对 有个小隔间 他说可以在那里做 50来块钱很滑脏 对 可见今年这个疫情影响的 东兴这边口岸城市 其实还是很影响很大 看看这个过道 这能是50块钱的房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 这很难想象 只要50来块钱 那还有空调 我觉得这个房间的装饰 真的是很别具一格的 而且在这个写字台这一块 它还做了这种 看着很有艺术气息 然后它的这个电视是箱在里面 是箱在箱内里的 然后再看一下旁边这一块 这里呢是洗手间厕所 厕所呢它是一个干湿分离的 它里边是洗漱的 洗漱的 然后外边这块呢是相当于分开了 这个外边呢也可以用来做饭啊 干什么的 然后再往外边走 是一个大阳台 这个阳台就是挺长的 从这看起来其实阳台很长的 然后上面呢是可以挂衣服的 再往下边看就是东兴市的街道 还是很壮观的 这个房间里面 在里边呢 进来之后 是一个全身镜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全身镜了 住了这么多天的宾馆 装修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有吹风机吗 很满意的 还有吹风机 50多块钱的酒店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吹风机 它不 感觉它不只是50块钱的酒店 然后对此 很满意 可能说今年的这个疫情 今年这个疫情啊 其实对口岸这边影响特别大 因为酒店没有人来了嘛 所以 因为口岸人都量少了 所以他们都降价敲修 很便宜 住着很舒服 现在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很舒服了 在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做饭的地方 对 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房间做饭 是 重庆小面 今天还是重庆小面 但是唯一缺换就是没有青菜 没有青菜 但今天我们的VSA补充的差不多了 明天还是要再搞点菜来吃一下